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执着的再点了一盘这个电棍 这盘是剑圣家 这个剑圣家兵女 点S加电棍 嗯 点S电棍 办掉的是谜团 火猫 三号位给了不少班位 1G的A3手 一个发条 1G这边 1G这边的这个班人还是蛮针对KPI的 我不晓得是KPI最近的状态比较好吗 牛比三号位状态比较好吗 一直在给他半位啊 前三手全是三号位的一个班人 最后一手半了一个中路的 火猫 嗯 三手昆卡 三手一个昆卡 牛比这边是秒点的发条 发条 发条对抗电棍 一般 一般般 一般般 四手 四手 看一下 牛比 牛比在点些甩技能的阵容啊 有个小兵女在 这个发条的导弹照得很舒心 导弹照得很舒心 这爆发力稍微 看一下这爆发力稍微 稳定的爆发稍微欠缺一点 兵女家发条 四手 中路我看一下 怎么选 最近中路玩什么 打剃刀 打剃刀 还是玩法师吗 前两盘是办法中路法师的 这盘放出来了 什么 丽娜 什么之类的都能玩 丽娜 这盘女王可以吗 女王也还可以 也还行 别的 别的中路法师吗 卡尔啊 卡尔加剑圣 我就 玩是能玩 我觉得卡尔这英雄反手点比较厉害 不要提前拿 还有 牛比有其他选择 牛比这边选一个潮歇 货乱支援 一戒 还是 针对这个近战的核心 货乱支援加剃刀 是上一盘出现的两个英雄 这两个英雄打近战核心 特别强势 第五手 搬一个中路 搬一个中路 剃刀 随苗 随苗帕克 蓝猫都搬掉了 还要搬哪里 搬一个TA吗 TA 我不是很有印象 随苗的TA打得怎么样 看他的 自己玩剑圣 如果你不玩 牛比不玩卡尔 我觉得吃一半 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牛比我感觉 他好像不算像打卡尔了 但是如果说 卡尔出现在剑圣对面 这个卡尔加剃刀 中期 蛮中期的一个阵容 搬了手 搬了手女王 搬了手女王 来看EG这手中路 两边最后一手 看一下 在中路上的一个搬抢 其实 有些队伍的这个踢刀 是可以给中路玩的 或者给 给一号位玩来走中 也是能打 但是 我终究觉得 一季如果不让随苗走中 这个团队的节奏感 稍微差一些 第五手 第五手 这踢刀还是老老实实 打一号位 老老实实的打一号位 给随苗拿一个 带节奏的点 第五手 我就问卡尔放不放 有没有机会看到TA 别的中路 真是一时半会想不起来了 法师型的中路 牛逼这阵容点出来 发条潮汐 这几号位潮汐 这是中路发条吗 等一等 我现在有点不确定 这个发条是不是中 因为有一个潮汐在 这两个人 哪个人打四都显得 显得不是很合适 难道说是一个 二号中单的发条 再打一个辅助 难道是这样吗 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 DP TA 1G这边选了个TA 1G这边选了个TA TA打剑胜点位上对抗 是可以打的 这样的话1G还是打中期 这个TA加电棍 也不是一个打大后期的组合 也是得打中期的组合 这两个点在 就是TA跳到暗灭 BKB 然后电棍两剑左右的时候 特别强势 特别强势 然后TA这个英雄 在打的时候 很多时候 他如果这个经济临跑 这个TA经常是可以 打成一个怪物的 就这一个点 经常可以打成一个怪物 中期直接摁死 直接摁死 牛逼的一个最后 最后一首 这阵容让发条打中 吃得 他被这个TA打爆了 就是说 如果发条打了中 这很蠢 丹和剑胜吗 显得很蠢 如果说不是发条打中 谁打四号位 潮汐打四号位吗 发条打三号位 再拿一个法师 再拿一个中路节奏点 这阵容火枪怎么样 这阵容火枪怎么样 黑鸟 我点了一首 黑鸟 我只听过 顶着黑鸟 顶着这个 人家针对黑鸟的时候 拿电棍啊 但是牛逼是顶着电棍 拿黑鸟 这首男人有点意思 不过还好就是这首的一个 中路对线是看到一个对线TA 倒也还可以 以前黑鸟常常登场的版本 有些队伍会拿火枪啊 会拿电棍过来 对线是可以鸟的 牛逼这边是吃准你这个 反正你电棍不走中 打这个圣堂 倒也可以 说实话 这首中路如果出个火枪 就怎么样 跟TA对线 补刀上可能会稍微 中前期吃点亏 火枪中期可能有点 遭不住这个TA的充脸 这个就生存能力来讲 黑鸟确实更稳定一点 我是觉得这首 其实火枪也可以玩一玩 这首黑鸟确实我没想到 也没有两边 也没有这个搬选卡尔的意思啊 因为一季 什么样其实 不止承担一个节奏型的一个任务啊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是要他要发育起来 就是刚才那一盘真的是一个 这个非常肥的帕克 一直在撑着这个一级的一个中期啊 所以这盘 给这个随便拿到这种 有成长性的英雄 确实 综合从全局的考虑来说 会好一些 好的那这样的话是一个 TA加电棍 打剑圣加黑鸟 剑圣加黑鸟 潮汐四吗 潮汐四还是发条四啊 我不确定啊 我不确定 以往的比赛经验来看潮汐四 潮汐四可能性大一点啊 发条也能打四 这两个英雄都是能三能四的 等会儿看看谁大四啊 看一眼啊 三号位潮汐 四号位发条 可以 可以可以 我刚刚有一件事情 想说什么来着 哦对 最近几天上传视频的事啊 因为最近几天 自己换了个电脑 然后录制软件功能都在调试 所以吃不准这个1080P要 怎么设置啊 怎么设置成 录制最小体积的这个视频上传 因为现在的一个 无为状开 因为现在的这个 呃 家里的一个网络不是很好 一个小水管 上传视频特别慢 特别特别慢 所以我得想尽可能的在 保证大家看1080的前提下的 这个前提下 把视频录制的最小 体积最小 这样的话我上传 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啊 嗯 所以这两天一直在折腾啊 包括这场视频 我录制的时候 我更改了一个格式啊 这个格式是说 YouTube上是1080 我不知道放 我不知道放在这个 放在这个优酷上 是不是1080 所以也在尝试啊 包括他这个录完以后 声音这么正常 我都不确定 所以我也是有点小纠结 嗯 别的东西没什么好说了 比赛就看比赛 这位置 MOOGY 等会我一定要查一下这个单子怎么多 MOOGY FACE的一个 发条对这服还有想法吗 看一下 痛苦这边一个真眼 两边神服 哎 等一下 潮西抢到了吗 哎 潮西下路抢到一个 给力啊 三幅开局啊 这样的话 一击开局又亏了 我为什么要说又 上盘也是开局可以 开局是抢到了一个 神服 结果被牛逼打了个 瓮中多鳖 对吧 我们记错的话 黑鸟 反补于远程兵 小伙伴 之前 哎 上路发条 弹幕加转 伤害还可以 再来一点伤害 呦 伤害不够了 好的 兵一下兵死啊 但是自己也交了一个 一换一 一换一 这个交换值得啊 这个交换值得啊 这边戒胜别死啊 亏特这边第二个系好了 我刚想说这个上面换转了 SCC一直在反补 一直在反补 看你啊 这边2-3 但是 这补刀 补TA还是稍微有点累啊 发条 有道下落 这个能杀吗 给弹幕 有框吗 没框 这样的话是骚扰一下 这个电关 半管血 半管血 这丝毫一发条可以啊 有点意思啊 哎呦呦呦呦 中路出师了 睡加水 贴近身 一下 哎 队友 队友让人头给 让人头给这个圣堂 结果黑鸟 结果黑鸟 嗑了一个魂火 好吧 这样子 Quid是忍痛收人头 忍痛收人头 这样的话这个Quid身上背三个人头了 他这里是 我忘记称号是什么了 反正那会杀他的这个钱 这个200开外啊 额外奖励有个200开外 已经背着三个人头了 呀上路不好弄啊 上路又是近战打这个DS 哎呦我跟人说 又上路好像上盘没出DS吧 上盘没出DS 哎讲真啊 上盘一级阵容有个DS 不至于打这么惨啊 睡 加兵 好的 弹幕粘住 哎 弹幕呢 弹幕刚好 但是给框了 随便要砸出一个坑 弹幕还是死 这个走不掉了 有点意思啊 有点意思啊 这个发条 哎卡卡这个发条 什么数据 一杀一死一助攻 很关键 他是连续击杀了两条solo路啊 一条是电棍 一条是中路的TA 很关键的两条路啊 都被他给游到了 哎不对 电棍刚没杀吧 我怎么有点记不得了 刚刚有没有杀电棍 想一想 没杀电棍啊 我的错觉 刚才是有 有这个电棍的 没杀掉 对吧 没有框 刚刚 哎 记忆力 哎 这个短时记忆的问题 又开始暴露了 哎 取消了吗 其实取消了 哎 怎么 被拉回来了 还是取消了 中路继续干这个TA TA又死 TA这边又死 船长刚刚是拉回来了吗 好像是拉回来了 我没有注意 我没有看到地上标记 但 他自己应该不会取消TP的 所以我猜测应该是被拉回来了 推测 RTS 这一盘 总算可以当一个正常的电棍了 上一盘 想怼磁磊 结果自己被捶的 不能自理啊 Quit这边挂钟 哎呀 TA这边又被打爆了 一击 一击上一盘 大哥被打爆 这盘二哥被打爆 这总有一个弹护不住 这怎么办呢 这 总要 总要被捶碎一个 哎呀 好惨 好惨 一击 看一下啊 有牛逼 看到这个辅助挂钟了 直接 一击 一个 一个大哥身边 占一个辅助 好吧 那你捶我大哥 有牛逼 哎哎哎 你护大哥 找你小弟 哎呦 三哥又被捶 这个 一击报警了 一击报警了 对吧 你捶中路 中路来人 中路来人 你去捶下路 捶完下路 回来中路又被捶了 这个中路挂好人以后 这个上路又被捶 一击 一击现在 这是有点抓狂了 卡卡这盘节奏真的可以 不吹不黑 这盘 三杠一杠一的这个数据 盘活三路 一击这两个辅助完全是被这个发条牵着走了 哎 我讲道理 我是蛮爱玩发条这个英雄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在这个英雄 打四的这件事情上认真想过 但是目前看来 卡卡的这个节奏感还不错 发条打四 还可以 哎 这边有个前提条件是 这个发条一定要是配合兵女一起游 他单人游的这个战斗力其实没那么强 他一定要配合兵女一起游 打四的这个发条等级不是很高 所以他能提供的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限制 几次游走以后 黑鸟的这个补刀已经占优了 31-20 TA27-12 已经是被影响到了 这个中路 本身黑鸟没有这么大优势的 黑鸟没有这么大优势的 他在这边持续的控制 这六级电棍 上路无敌斩了吗 哎呦我没有切到 我的我的我的 这电棍不一定能杀 如果这电棍开大的话得小心点 框住了伤害 哎砸这个框砸出来 还想反打吗 这电棍这衣服要反打的样子 细这个睡一个吸一个 咔咔 对吧 哎下路真打不过 不是我骗你 真不是我骗你 没爆发的 被完没反杀 这个痛苦支援的支持啊 痛苦支援的这个 及时的支援啊 及时的到位的支援 这个助力这边电棍反杀两人 这个下路 发条加潮戏爆发不够 就这么简单 我们前面刚还说完 发条这个人他游走厉害 但是他要配合多位队友 伤害足 那他这个控制就显得很给力 伤害不足的时候 那个框半天杀不死 就很蛋疼 他也不是一个战线型的发条 所以他的这个弹幕等级不会高 是吧 刚才这个下路 生动的给我们演绎了一次 丝毫为发条的游走的一个关键所在 尽量制造一多打少的机会 让发条的这个留任能力 得到一个充分的体现 把他的控制又是体现出来 看看 上路还没什么事 上路DS一直是推这个线的话 兵女也不好杀他 兵女想杀这个位置的DS 一定是要成功绕后对吧 一定是要成功绕后 否则没有杀他可能性 可是这个兵线又不是很支持 这个兵线戒胜 一个往前的走位 DS就撤了 兵女非常难绕到后面 八分钟神服 这边是一个奥数 点金手吗 做点金手 我现在 有点领悟到丝毫为发条的这个玩法了 但还是得有机友配合 这边真的是要有机友配合 像兵女啊 对吧 配合剑圣啊 那边都是很好杀人的 你看这回明白了 这个痛过知道怎么爱 对吧 这时候带着兵女一起开 发条还没有6吧 发条5级 打上路 往后绕 以为这个标记在这边 标记在那边 这上路垂起来风险有点大 主要这根塔没有掉 这根塔没有掉 强行开打的话 不占优势 这里 撤了撤了撤了 雾已经暴露了 这里上路打的有点急 这边打的有点急 主要说这个塔快掉的话 这边压上来 这波压出来非常强势 这个位置压过来很强势 这个塔也没有掉 对吧 剑圣也不会敢打的太嚣张 而且这边还有一个拳 一个可以支援的点 又比打不成果断撤 果断撤 太深入了刚才 贴看发育啊 这贴不声不响 把刀又补回去了 不过这边有一些野区的刀 质量不是很高 但有比没有好 对吧 这么说 有比没有好 反正线的话贴也是稳收啊 线让给小弟了 线让给这边坤卡 比他等补一个6 贴 可以打野 我还以为他是想打野 补一个额外的发育 原来贴是把这个经济 让一让给这边的一个坤卡 6-5的一个人头 6-5的人头 电棍的战线 现在是全场最好的一个状态 但黑鸟点进了也不错 也不错 发育赶紧磕一本书到6啊 赶紧到6啊 4号位酱油发育 在后期非常尴尬的事情是 就爆发力不足 进场就死啊 就进场一旦队友跟不上自己就死啊 当炮灰 很容易炮灰掉 发育这个英雄玩到后面不肥 很容易炮灰掉 所以他的装备可能优先做推推 优先做这个推推这样的保命东西啊 就勾框 推自己 完全把自己完成一个控场型的一个辅助啊 不然太容易死了 电棍的这个推推都已经先好了 下面冰了一下 奔腾走有地斩吗 不敢斩 这个位置不敢斩进去啊 要拉了要拉了 哦没有大招 吓一大跳 这个转是不是 转的没有很早 但好像还是跑不掉 贴强行冲塔 要干这个健身 健身怎么讲 还在绕树 卡视野 哎呀树被吃光了 呦这波被这个 急速贴追着锤啊 刚才 发条构框 伤害伤害 黑鸟 一下 两下 三下 砸死啊 可以可以 输出到位的时候 发条的勾框 这个就非常给力啊 三发发球点死 贴直接走跳 贴直接走跳 看看 贴这番好没有想 现在面的意思吗 直接走跳 打架了 正前期要打架了 叶炎上塔 已经生锈 叶炎上塔 这边在做大推推 两边开始 两边的这个走动 暴团开始多起来了 这个 和谐的这个前期对线 已经渐降过去了 转这个中期的一个暴团的节奏 尾比打下楼 这下楼不守了 这下楼不守了 电关带上 这个看看中路压一压 能不能压 能压的话 下楼说不定 还可以打一个 微微就赵 我剑神跟黑鸟 好像不管了 先把下楼拆了 中路没什么压力 中路没什么压力 一只幻象的发条 好像吸引了 一击的注意力啊 又看到一个 上下外塔 等于是换了一轮啊 二塔一边磨了点血 一击这边差不多 剑好抽吧 一击还不走 这个位置 塔下踢人 井这边踢人 是可以守上路的 一击这边抱团撤 四个人 发条可以留人的 哎 留住了 RTS 但伤害不够 伤害不够 荒 发条这边 其实很早就可以勾框 但是队友伤害跟不上 卡卡这个勾上去 有点勉强 队友还在追 给水船 撞到了一个冰女 但昆卡被留住了 好的 昆卡要阵亡 队友完全放弃了 完全放弃了 一击刚才上路就太恋战了 他在这边 就是上下塔换完的时候 这边差不多就可以撤了 他在这个位置 选择抱团走 可是有发条在的时候 你抱团也是走不掉的 留了一个 不过好消息是 一击最终只交了一个辅助 只交了一个小辅助 后续增奖 后续增奖 两边二塔消耗的血量也差不多 所以上路这个交换始终是没赚到什么 就是换塔 换下路的一塔 然后换这个二塔的一血量 然后垫一条昆卡的命 发条留人是真的舒服 他在做点金手 做点金手 可以 可以 卡卡怎么八级了 十四分钟八级 这边的辅助 昆卡六级 痛苦转六级 辅助等级也是拉开的有点大 这个发条的八级 这水船 挺起来 卡卡要死 昆卡在旁边埋伏了一击 埋伏了一击 发条 发条 这里一杠不能夸 一夸就死 发条等级怎么有点高 啪 被杀死了 这个标记好吓人 贴这边赶紧不安眠 跳到好了以后 赶紧要把这个发育稳住 贴目前的经济 并没有领先很多 这盘我们说 这个一级的一个局 是一个中期的局 而且是要求贴肥 他不能只是说 领先 他必须要肥 贴想打赢的局 他通常这个 自己这个点要打成怪物 就拉开第二名 至少30%的经济 贴在打这个原果 损耗了一些血量 直接被勾框 这个位置有视野支持 阵眼 随便要吃无敌斩 水船能不能反 反开这个团 不行啊 潮汐在旁边护着阵型 两个辅助不敢上来 往回退 好的好的好的 可以 吃一击刚才这个位置 有机会 如果再来人的话 有机会反打 但是潮汐从这个位置 走过来 一击的这个 两个辅助 瞬间吓尿了 只能跑 只能跑 这电棍没来 刚才 发条 截到了电棍 推推 有勾吗 勾子刚才用了 留不住了 留不住了 好的电棍 这样的话应该是跑掉了 应该是跑掉了 潮汐那边 加50攻击力 潮汐天赋 都没怎么看过 50攻击力 35%经验 七护甲 我会受不了 35%经验的诱惑 6点魔法恢复 15力量 这个我可能会考虑 魔法恢复 20%的技能CD 减 裤甲 这阵容 我看一下 减甲 减CD 我可能会点减CD吧 我可能会点减CD 就是加魔法 减CD 加经验 可能如果我是这条鞋 我第一击 甚至都不会点50攻击力 我会点150生命 把自己当成一个法师玩 不过50攻击力也很诱惑 点了就点了吧 50攻击力 在发条的天赋里面 15级才可以获得 这点好像 潮汐的这个天赋 是有点超标了 是有点超标了 讲道理 横向对比 对不对 同样加15攻击力 发条15级才能加 这潮汐10级就能加 以及控这个下塔 但是牛逼要肉杉 这个肉杉很关键 这个肉杉盾 给黑鸟 黑鸟可以反手任意队友 牛逼的团队的支架 非常稳当 黑鸟本身的反手 就已经很强力了 如果说黑鸟自己带盾 黑鸟自己带盾 你无论先手我哪个队友 我都是可以很有效的 把它保护下来 所以说这个盾 对于牛逼来说的 这个战略意义是更强的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阵容 拿到这个盾 只能说厉害 但是黑鸟所在的团队 拿到这个盾 这个整个构架就稳当 这个盾对于是 对于这个牛逼来说 是一个团队的提升 并不是说每一个点的提升 当然如果牛逼等会 盾不给黑鸟 就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 好吧 归来三 抢六十三盾 一击不想放 但是被黑鸟拍的有点疼 墙打 水船 DX给了个墙 不怕 幻象 一个法球 一个 打不过 一击有点打不过 潮汐给地板 踩中三个 黑鸟 一个打招半条血 我的天 一击瞬间爆炸 旁边的人 打不过黑鸟 黑鸟要清场了 冰女赶走这边的辅助 禁锢 一击崩了 一击崩了 哇 这个这个团瞬间崩掉了 黑鸟在这波接触当中 非常强势 KPI 首先是KPI原地踩三个 首先是这个 KPI原地踩三个 然后是这个 黑鸟 踩完三个以后 发条完美的勾框 黑鸟 黑鸟也是接了一个 几乎是完美的 两个法球拍死了一个谁 然后一个大招下去 瞬间把后排打残 打伤打残 这个newbie 这个阵容就是强吃鸟 强吃鸟 其实一击也很尴尬 一击这个位置 发现水船都打完了以后 这个团还打不赢 想走的时候 已经走不掉了 虽然他们发现已经打不了了 但是已经实际上这个已经进入潮汐大招的这个范围内了 已经走不掉了 这个 哇一气 在这边潮汐 摁在地上摩擦 真是摁在地上摩擦 发条点金了 四点护甲 对抗TA四点护甲是更有 更实在的这个属性 而且发条讲道理 这英雄本身是很缺蓝的 发条是 其实是缺蓝的 但是有兵女这个光环支撑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四号为发条 回出回血的装备 然后兵女来支撑这个蓝量 原来是个体系啊 是个体系 黑鸟这边也有一个蓝量支撑啊 所以牛逼这个团队是没有缺蓝这个概念的 勾框 一个发球 两个发球 三下 点死 舒服 舒服 我们看 牛逼这个阵容 黑鸟带盾 我不知道这个队友怎么死啊 一级根本就没法开团 就黑鸟空盾的前提下 一级根本就没法开团 前面黑鸟还没拿盾的时候 一级都已经打不过这个团了 你更不要说现在黑鸟带盾 只能带线 一级现在只能避这个锋芒 因为正面 纵使潮汐没有大招 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黑鸟 狗筐又留住了 辅助完全保不住变棍 给兵 奔腾没有用 哇 冰女这个大招摇得很炫 冰女加发条 有点意思啊 这个辅助组合四五号贝有点意思啊 牛逼这盘 这BP是有备而来 这个首先点出来 包括这个发条这盘的一个 这个 良好的一个游走 除了前期下路被反杀以外 卡卡这盘的发条的一个节奏感非常强 几乎是撑起了牛逼的一个中前期 对吧 给牛逼一个优势开 给了牛逼一个优势开 这样子的一个配合 我很难 很难相信牛逼这边是一个临阵的选员 一定是 一定是这个训练过 一定是考虑过的一个阵容组合 有点意思啊 TA的这个阵容好像有点打不出来东西了 TA自己这个英雄是一个中期定位的英雄 但是 英雄在 个人英雄在体系面前的力量 一下子显得很弱小了啊 说白了就是说 一技想肯牛逼的阵容没有突破口 你说我就算可以让你先手 你先手谁呢 这么一个问题交给一技 就随意你先手 你现在可以先手到任意一个人 你先手谁呢 你必须先手这个黑鸟 对吧 如果能让你先手 你一定是先手这个黑鸟 但你先手黑鸟的时候 潮汐的这个恐怖反射能力 一技没法接受啊 对吧 没法接受啊 对吧 你想秒潮汐 黑鸟站旁边 所以黑鸟之于 之于这个团队的这个 反射能力 真的是太恐怖了 有团战型的阵容 这个有黑鸟的加入 真是如虎天翼 真的是如虎天翼 少侠 少侠 撞鬼了 推推 勾框队友 但是没有问题 勾到队友 没问题 后面UNIORS过来 还要搞事 帖也来了 不服 这里都是不服 专打不服 大条框弹了一下 一个打招拍死 黑鸟专制不服 黑鸟跳上去 给法球 伤害很高 这里 虚弱对黑鸟没什么用啊 刚有虚弱吗 哦 没虚弱 我说这黑鸟砸人这么疼 砸人好疼啊 这种 这个阵容 牛逼一定是认真 一定是这个认真演练过的 哎呀 这黑鸟起脸了 SCC这边已经不知不觉起脸了 有肉栓顿在 这黑鸟刚到不行啊 辅助就是被黑鸟三下拍死 两下三下就拍死 二十攻速 二百五十魔法 上高了 牛逼已经上高了 BG这盘绷不住 真的绷不住 潮汐地板 你看这个法球 一下两下 我的天 不停在刷屏啊 这盘异地已经被打崩了 往后退退 潮汐没有大 DS跟船长 看一下技能combo 发条勾框 弹一下 两个法球拍死 水船 砸的位置一般般 黑鸟禁锢了自己 没有爆发 一击没有爆发 天 上去A了两下 但是不太管用 我这个超远程的法球 痛痛痛痛痛痛 我的天啊 直接是被一百码外的 一千码外的法球追死 怎么样 独目难治 哇 在体系面前 个人的力量 几乎是完全被碾压了 GGG 一击之下 出GG 漂亮 牛逼这盘打得漂亮 这个前期的兵女 加发条的游走 中期的黑鸟 加潮汐的团战 我甚至都感觉不到 剑胜这个英雄的存在了 真的 这番比赛确实 让我体验到了 就是点的威力 在这个 在这个团队面前的一个渺小 好的 这盘比赛 牛逼选的漂亮 打得漂亮 感谢牛逼 感谢一集 感谢收看视频的伙伴们 后续端午节会录制 这个马尼拉的 马尼拉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决赛 胜者组决赛 败者组决赛的这个情况 希望大家可以 持续关注 好的 那牛逼一集就录到这里 咱们后面见 拜拜 端午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